節目開始上菜囉 人家是啃老花光爸爸的錢 妳啃女兒 對啊 我的錢 妳是拿去上酒店 不是 我跟你講 阿嬤有交代 女生身上有錢 那到最後結局是什麼 被男生還是騙狀 所以妳說她身上可以留錢嗎 不可以留錢 小時候被很好的朋友 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 就是雙方父母都認識的那種朋友 你都沒發現 吃我的東西還排擠我女兒 對 可恨的就是這一件事 那門一打開 在夜店裡面 你有沒有什麼 預舉的行為 我只問有沒有 他們有玩遊戲 然後有 不是真的 真的壁咚 就是都是那種 帥的嗎 二十幾歲 然後一八幾 就是那種 越南哪一個太平洋肩寬 幹嘛你想去啊 我好奇 我什麼好奇 我問觀眾們會不行嗎 我問尊力去 你... 你干你什麼事 我關你什麼事 我問你 11點熱炒店 上高菜 不嗆不辣不善說 親如家人 之所以家人 那就是無話不說 無話不談 可是很多時候 越是家人 秘密越多 好像真的是這樣子 你有沒有什麼瞞著你太太 我跟你講 這一點是我滿值得驕傲的 對 我的手機我老婆隨時看 那是真的 行程他安排的 我該幾點回家 他甚至比我還清楚 他的提款卡他也不知道密碼 他的粉質他也不知道在哪裡 也不在我這兒 都是給芽芽 我有時候台中工作結束 開車 然後回台北 中間中立我下去 去吃那個新米牛肉麵 想說神不知鬼不覺 吃個麵也沒什麼 我在重新上交流到回家 我老婆門打開 他怎麼知道 對 他真的是很透明 那是你 但是還是有很多家人之間 還是家人之間 或是夫妻之間 還是會有一些小祕密 對 就是一旦這個事情沒有講開 你就再也不會再講了 因為你再回頭再講 那就要大事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請來了 不同組的家人們 要跟我們分享 他們彼此之間的祕密 歡迎藍波跟姐姐 好 婦女黨 珞琦跟珞琪 好 這是母女黨 來 接下來我們的 保羅 林 芷妤 兩位是夫妻黨 我們的 捷福人的蔡一帆 夫妻黨 這是夫妻黨 來 隱瞞過家人什麼祕密 婦女黨二十一年了 來 藍波老師來 請貼條 貼條 來 第一條 我覺得其實應該說 嚇死人的祕密 吃個東西啊 什麼 你是說他所有的 押稅錢的存款嗎 都被你花光了 人家是啃老花光爸爸的錢 你啃女兒了 對啊 我跟你講我真的是徹底 你知道他小時候 人家送的那些金條 金手鍊 全部都很值錢 金子的價錢現在很高 三 四倍 以三 四倍的錢 但是我就直接慢慢地收集 因為你知道嗎 在我們家 在我們家 從以前到現在 因為我媽媽那個年代 她有七個小孩子 她說基本上都在國外 所以我媽媽一直跟我們講說 最後面留在陪我阿嬤的 只有我媽媽 所以我們常常有觀念就是說 就是 書讀越高 離家越遠 我也是 阿嬤有這樣交代我 書讀越高 越不孝 對 對 沒有 就是 你也不可以這樣子講 有很多人都是高材的聲音 沒有 就去美國念書 然後就不回來 就是我從小就跟她講說 妳不要出國 她有時候好幾次想要出國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妳不要出國 不好事 我這個原本是要 我的這些錢 原本是要拿出國讀書 難怪 沒有 出國真的不好 難怪我爸爸一直就是強調說 出國是不好 妳留在台灣多好 爸爸每天接送 然後妳要吃什麼 洗衣服都要什麼的妳 不是 我跟妳講 阿嬤有交代 我跟妳講 他們每一年的壓歲期 妳也知道嗎 我們就怕他們亂花 所以我們當然就覺得 把它好好地存下來 一直存到 我的錢呢 妳是拿去上酒店 對 沒有錢呢 我會是這樣的嗎 拿一點點去而已 我們去買了一個房子 那是為了全家人 對 講說這筆錢很重要 然後我覺得 好像可以拿來當頭期款 然後我們就想說 可是跟他們講 他們一定在那邊哇哇叫 都聽不懂 對 他們一定想說 為什麼要現在有的租就好幹嘛 我說不是 這次是一個投資理財 這次是投資 那這個就比較被妳花掉了 因為妳只是把錢 轉成另外一個產品 是 房子能保值還能增值 是 對 這是我們的說法 對 可是在他們眼中 就覺得我們就是花掉了 對 而且我覺得 寧可變房子 也不要讓他出國 當然 當然 在台北出門都很危險了 何況出國 我跟你講 很多人都說出國 增廣見聞 我碰過太多 各國都去 草包 不是講妳 是妳媽講妳 因為妳在講什麼 因為她媽媽有一次 在看戲來的說她是草包 你真的什麼都知道 我的人就是記性太好 真的 看過就不會忘記 我就常講一句話 你行萬里路 但是你卻沒有讀萬卷書 那就是郵差 郵差 郵差行萬里路 對不對 每天都在走 每天都在走 對啊 所以曾廣見聞 見識足或不足 跟出不出國 沒有什麼關聯 真的 對嘛 不一定要出國 還有女生身上有錢 到最後結局是什麼 被男生還是變狂 變狂 太多了 繼續貼鳥 繼續 還有什麼 韓國老師還有什麼 沒關係 不讓我出國 結果她還是出國了 你說謊 工作實際 六出國 對 就是那時候我們 就是我們有一個 很多六福村或是什麼 在喊暑假 不是都會有那種 遊行的表演人員 或是什麼 然後我們剛好就有接洽到 可能可以去 就是徵選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爸爸他們說 我要去那個 六福村表演喔 什麼什麼的 然後兩個禮拜 實際上我去了 韓國 日本兩個國家 完了兩個禮拜 耶 然後男婆老師 魂然不絕 當然不知道 我做了 我真的做了非常多功課 像是 那個 就是隱藏他們是應該的 然後重點是 是應該的 是一定要的 但重點是 我還要先問一下他們 那兩週的行程 這兩週就每天都說 爸爸你明天要幹嘛 你明天要去哪裡 啊你要跟誰約 喔 然後就想到那些人之後 就是要剛好 把他們都平滴掉 喔 對 因為之前有發生過 就是 之前有發生過就是 我出去玩 然後被爸爸的朋友說 欸 女兒怎麼在宜蘭這樣子 然後被爸爸知道了 所以我這次就記取教訓了 所以我就做好了萬全的準備 他到現在還不知道 你沒有去刑事局上班太可惜了 對啊 所以你說他身上可以留錢嗎 不可以留錢啊 所以你去迪士尼 對 我去日本迪士尼啊 或者是神社啊 那你 爸爸沒跟你通電話 你心臟也很大耶 兩週 對 說到通電話 這當中我爸都有跟我 就是打電話聊天什麼的 然後老師警覺性不夠強 人在國外那個電話嘟嘟聲 就是怪 就是不太正常 現在都沒有人在嘟嘟聲了啦 不好意思 我們還是習慣打電話 你是跟阿嬤講話 還是 還是你家是打開歌子啊 這一封信把我送過去 不好意思 因為我比較傳統的 沒有 我覺得是我太厲害了 因為 我們那時候是真的有同學去 樂福城表演 我就請他們傳現場的照片 然後請我跟我 你應該用照片貼給爸爸 對 然後請跟我一起出國的朋友們 然後裝作那個 我一起表演的同學 就跟爸爸分享說 我們這邊表演 太陽很大 很累啊 然後什麼舞跳很多手啊 什麼這種 照南波老師神經這麼大條 會不會 會不會你有一天 你在國外都念四年大學了 他還不知道 他還以為你在六分 這個有點厲害了 那你社群怎麼辦 你也不能PO文 沒有 我PO啦 我把爸爸的朋友 那週他們會見面的朋友 然後老師什麼 全部都屏蔽 全部都先屏蔽 都先看不到我PO文的內容 什麼是屏蔽啊 就是看不到 你不用知道 你不用教他 你不用教他 不能讓他知道太多 我沒有PO 你也不知道 OK 你不要在這邊假裝 你自己也不知道 屏蔽 明明是一種牆壁 屏蔽我就看不到 屏蔽我就看不到 就是讓你 就是讓你閃閃 就是讓你閃閃 你看不到 所以我就變空氣了 不是就是說 你在看你的社群 可是你看不到他的PO文 對 照你這種方式 你很好用 你如果出國對不對 你要請你朋友 一直提供你球場的照片 是 你就一直PO球場的照片 他都一直以為你在球場 現在更方便了 還是 姐姐 其實你側頭側紋 你根本沒有在副邦 喂 你在副邦嗎 有啦 你到底在哪裡 我們到底 我們到底要被逼到哪裡去 國標也不能跳 連啦啦隊家也不能去 哇 我們還能去哪裡啊 好 姐姐再來 還有什麼秘密要跟爸爸叫 這個厲害了 其實 這個會有音音嗎 從小有被排擠過 被排擠 還是藍波老師被排擠 姐姐被排擠 被排擠很正常 對啊 可能就是 因為 就從到現在還不敢跟爸爸講 因為爸爸就是 會關心 對 太照顧 這個秘密就趁今天一次講出來 就是 小時候被很好的朋友 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 就是雙方父母都認識的那種朋友 莫名其妙有一天就開始 然後這樣大概持續了半年一年吧 這個很傷人 所以藍波老師都不知道這個事 他女兒被排擠 完全不敢跟他講 我基本上 我覺得不可思議 而且我記得藍波老師跟他太太 都是會去學校的 對 就是會去幫忙當愛心 愛媽愛爸這樣子 對 然後有時候還要 生日還要請大家吃東西 每一人 對啊 你都沒發現 對 可恨的就是這一件事 就是以前就是小打小鬧 但是可能就 會有點 就像 那時候是國小發生的事情 國中以後就 現在就有點不相信 不太相信 不太會 就是很快的相信一個人 對 就會有一點這樣的 算是後遺症吧 就是防人之心 對 難怪我最近有一些網路留言 有幾個酸民就是固定 一直會摔 一直會摔 沒關係 我要越來越發光 我跟你講 對 要發光 你就是要強大到一個程度 強大到讓自己變獅子 獅子不會因為狗肺而回頭 對 獅子如果要回頭 就是要吃掉那一隻狗 就是這樣 沒有 十字也可以 十字也是 狼若是回頭 不是報恩就是報仇 不會 這些事情都是過程 會讓你變得更堅強 對 就是什麼樣子都去經歷 都去經歷過 現在就會 不會那麼在意了 對 就會知道只是小打小鬧 你等一下再跟我講說是誰 對 來 我們換到 夫妻 結婚十四年 結婚十四年 這個算是 象牙婚 你知道嗎 遺凡你有什麼秘密 遺凡的秘密 我第一次講出來 其實我有點後悔 我看你好像很緊張 緊張 什麼 妳 蔡遺凡 妳在夜店糾纏韓 韓國小鮮肉 這什麼時候的事情 吃肉 吃肉 這個沒有任何老公受得了 沒有 多久以前的事情 這個他 Jeff 我要是妳 我也不聽了 我就直接 妳就處理了 怎麼會這樣 妳去夜店 來 這個要好好解釋一下 有一次我們就幾個媽媽 去越南放風 妳記得嗎 越南還是韓國 妳聽我講 就是怎麼會搞到韓國小鮮肉 妳知道嗎 就是我們去越南旅遊 然後想說 媽媽難得有嫁 然後我們就很開心 那她知道我要去越南 那我插個題 真的沒好事 你們幾個爸爸也會有好事 我的媽媽想有好事 就講媽媽 然後我們就下了越南機場之後 超級意外的 因為她很放心說 越南就是觀光行程 幾個媽媽走走也好 她都沒有多問 結果一下機場 妳知道那個機場 不是很多廣告看板嗎 結果很壓抑 不是那個什麼 越南文 就是韓文 然後就當然白天 就是正常觀光行程 就是都很健康的 很陽光的 然後晚上之後 就有一個媽媽提議說 該不會這邊的夜店 也很多韓國 我們想說怎麼可能 這邊越南 對啊 在越南 對 然後我們想說 好不然去看看也好 因為沒有媽媽就是想說 也睡不著 然後我們就去夜店 那門一打開 真的都是歐爸耶 就是都是那種 很帥的嗎 20幾歲 然後18幾 就是那種 在越南哪一個太平洋艱寬 幹嘛妳想去 我好奇 我只是說好奇 我說觀眾們會不行嗎 我們跟妳去 你幹什麼事 幹什麼事 真的不容易 對 真的是意外的驚喜 然後結果進去 就會有點開心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們幾個媽媽 那時候也才30幾 就是夜店比較黑 然後打扮一下 遠看也還是個妹 行 妳就算在亮光處 還是最璀璨的那顆鑽石 對 遠遠看OK 然後我們就是跳得很 因為媽媽沒有什麼偶包 就整個放開 對 你先息怒 就整個就放開來玩 關鍵來了 她說她跳得很開 關鍵 妳這個週末可以約玉琳哥了 對 然後我們就跳跳跳 回過神來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外圍 已經包了一圈的歐巴了 然後他們就想要跟我們熱舞這樣 然後我們想說 因為基於國際禮儀 我們還是要說 要拒絕人家 對 要回應 他從招妳必須要接招 對 就是 拿著 他們有請妳們喝酒 有啊 就是拿酒來 然後也跟我們玩遊戲 然後貼身熱舞這樣子 然後有些媽媽還被抱起來 就是新娘抱這樣算 轉圈 她說我的媽媽其實就是她本來 妳這些媽媽媽都尖叫啦 她媽姐 我聽我朋友說的 她媽媽每次都說我朋友 什麼妳朋友 妳朋友 妳朋友就是妳啦 跟小明的故事一樣啦 你們都丟到腳啊 那妳就說阿中就是妳 來 阿中這個阿中 阿中就是妳 阿中打手很丟 對 然後因為現場 就是大家互動很熱絡 然後我也是到了那邊 還知道說他們原來不是用LINE 因為他們就想要換聯絡方式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然後你有 他就問我們說 我們啊 大家就說你有Grab嗎 然後我們就也換了聯絡方式 然後因為他們都 換了聯絡方式啊 就是當地的聊天 一凡妳還跟人家玩 我都開玩笑 妳還跟人家玩聯絡方式 不是就是 換聯絡方式就是把門打開 你不可以把門打開 不是 有心 我先追究一件事情 在夜店裡面 妳有沒有什麼 沒有 就是熱舞 然後有 妳有沒有被抱起來 就是 有沒有 有慮了 我只問有沒有 沒有 好 我自己講個 妳要這樣逼我 是不是 就是他們 我只想要得到真相 他們有玩遊戲 然後有假壁咚 不是真的 真的壁咚 小姐 她怎麼也會在抱起來 妳還自己講壁咚 假壁咚 跟壁咚 假壁咚跟這壁咚的差別是什麼 不可能 不可能真的啾到 壁咚是要啾到 真壁咚就是有親到 假壁咚就是沒有 小姐 妳剛剛就說 妳被拿起來 斬圈圈就好 妳還講壁咚 妳完蛋 這個比較不嚴重是不是 壁咚比較嚴重 可是他只是靠近 沒有真的怎麼樣 對 壁咚很髒 可是壁咚心會跳 壁凡 妳這個 壁咚心 我要回家囉 壁咚那個臉貼多近 妳看我老公的臉 壁咚心會不會跳 壁咚心會跳很快 妳當時有小路亂撞 沒有 心跳會加速一點 沒有 然後後來我們就基於禮貌 就是在越南的後面那兩三天 我們就是大家都還是有跟他們聊個天什麼的 就是禮貌性的聊天 妳擺一天之後妳們還有約嗎 真的 沒有 然後他們就會就是說 因為我們隔壁天 妳記不記得妳那時候有打電話給我 我就說 因為我們在下龍灣 就是訊號不好 那其實我們是隔壁天才去下龍灣 然後我就跟 然後他就說 那妳下龍灣回來河內之後 他們有要約我們再見一次面 然後我們就沒有再見面了 然後因為我回到台灣我就很害怕 想說 妳害怕 做錯事 心虛 我怕 絕對不是妳她講得這麼膚淺而已 妳 藍波老師 妳不是我這一國的 因為妳會害怕一定是 不是 我害怕說 老公小孩誤會我 因為我們只是說 在那邊開開心心的玩 妳應該是偶爾放縱一下 發生什麼事情就留在那裡就好了 當然 對 所以我就是 把發生在河內的所有浪漫 留在河內 沒有浪漫 就是國際禮儀的聊天而已 然後我們就把 所有媽媽就把那個聊天軟體 就是在飛機上全部都刪除了 結果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妳有跟他們講說妳是媽媽嗎 沒有 因為 她已經不會講的了 妳知道我們中間有 偉裝大學生 中間有一個姐妹 超級專業的 因為他們還是有問說 那妳有社交平台什麼的這樣 然後我就說不方便 然後就有個姐妹說 當然不能給社交平台 因為我社交平台的版面 全部都是老公小孩 就是聽起來像洆湞 她就說 我沒有講 然後她說這樣 我們就會不要看我們的身分 好 然後就在飛機上 我們就一二三 就大家一起把那個軟體給刪了 然後到台灣之後 她從頭到尾都只知道 我的英文名字 然後結果她居然一個一個找 找到我的社交平台 嚇死我了 就是她有社交平台 她有DM你嗎 DM我 然後我想說 就是她頭像 她滑到她的DM裡面去 真的 而且還針對一個 真的 我想說是萬槍打鳥一大堆男的 沒有 她可能找 她可能找一個 她找很多人 對不對 不是 我忘記了 那麼重要 對 然後我就立刻 就是也把她封鎖這樣子 就想說 妳封鎖她 因為 就不好 這種行為很不好 DM不行 DM不行 你也知道這樣不好 DM不行 那表示 表示妳還有 真的 表示妳知道在河內 做了一些對不起老公的事情 沒有 我沒有做對不起老公的事情 就真的 亂講沒有對不起 就變個都 你們出去玩 都在做什麼 我們還沒問妳們 真的沒有啦 就是跳舞 然後很開心這樣子 開心一下 妳這輩子最大問題就是 你太單純 真的 你不要再弄 好可怕 一直挖洞 那些歐巴 有人跟你告白過嗎 一凡 蛤 那些歐巴有跟你告白嗎 她就是DM的時候 有說 她有說她喜歡你 沒有她甚至說 忘不了你 她DM說她想 看到 她當然 對 她也知道說我有老公小孩 然後她還說 你們會不會有長假 因為她不知道我們的放假 跟他們是不是一樣 然後她說 她就說 可是她知道妳有老公小孩 對 她說她要來台灣找我 我就覺得事情有點不太對 所以我才立刻把她封鎖 她有說她喜歡妳嗎 她一定是喜歡她 沒有 她好奇而已 你是刑事局的是不是 她應該不是問妳有沒有長假 是想知道 Jef什麼時候要出場 對 沒有啦 對 是這樣 後來真的封鎖了 真的封鎖 沒有聯絡了 但是那裡心中卻留下一個 甜蜜的回憶 對 對 對 午夜夢迴想起的時候 我沒有 心中一吃甜蜜 然後 他那時候 朦朧之間睡著 然後轉頭看到Jef 心中想的是 心中想的是歐巴 應該是這樣 我要講實話 那些人雖然二十幾歲 然後歐巴 但是真的沒有一個比我老公帥 對 真的 真的是沒有 又沒有肩膀 還是自己的最好 Jef 身為一個成熟男人這種話 是不要醒 我怕妳信 沒關係 謝謝 對 人生樂意 對 他真的是 他不是感情很好 你不要這樣 一波未停 一波又急 逸凡還有另外一個 驚天秘密 我要不要休息一下 不行 我現在印象很濕 接二連三 我今天幹嘛那麼誠實 來 我看到了 有夠恐怖 你都來警告的 有夠恐怖 這是我們挖坑 給玉琳 是你自己要跳的 來,Jef 你念 你來念 靈止 那完了 怎麼樣 你們都沒有跟前男友見面過嗎 沒有 前女友也沒有好不好 有嗎,姐姐,你有嗎 姐姐沒有 姐姐沒有 若琦,你有跟前男友見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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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行 一凡,所以你是輪胎耶 什麼意思 因為他先約那個人表情 他對那個比較有好感 沒有,你不懂 沒有,他想先試那一個 小鵬一樣 我跟你講,還好你沒選這個 對不對 他就是地藏王 他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五度眾生 偷惠面論集婚嫁前男友 我的天 這位是 一凡 他很淒涼 他說 我這是男人最大的 無奈跟悲哀 不是 你們都沒有跟前男友見面過嗎 沒有 全沒有 前女友也沒有好不好 有嗎,姐姐,你有嗎 姐姐沒有 姐姐沒有,你的朋友 我有這個 若琦,你有跟前男友見面嗎 但若琦媽,你有跟前男友見面嗎 那不行 好,來,回到她這邊來 這個是 因為我跟這個很久以前的前男友 還在讀書的時候 因為我們交往滿久的 然後我跟她的媽媽 就是他們也都很疼我 媽媽也都把我當女兒一樣疼愛 然後 後來我們出了社會 就當然就分手了 各自過各的 可是你們論集婚嫁嗎 沒有,那時候是 我們快要畢業的時候 因為她媽媽太喜歡我說 那你們要不要畢業就結婚 可是我那時候就不婚不生 她也知道未前是 不想結婚不想生下來 而且妳那時候那麼年輕 對 她就說我們先定下來 我就說 阿姨,我可能沒有想要那麼早結婚 就呼嚨過去 然後後來呢 她媽媽就打給我 我就說 一帆啊 那個 就是 叫曉明好了 曉明呢 她最近搬去北部工作 因為他們住中部 我就說 是喔,阿姨,妳最近還好嗎 就寒暄了一番 她就說 沒有啦,阿姨是想跟你講說 大家都在北部都是年輕人 你們可以互相照應 然後我就想說 阿姨交代的話 我還是要聽 因為她以前非常疼我 對 所以我就 就很久沒有聯絡人 然後我就找到她社會 然後我就私訊她說 妳媽媽說妳就是搬到那個北部來這樣子 叫我好好照顧 都好嗎 就是需要幫忙 可以說一下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 那不然我也很久沒見妳了 然後我們就見個面喝個咖啡 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出去喝個咖啡 然後那時候我跟她還沒有結婚 但是我們已經 就是在籌備婚 反正妳跟她是論結婚家 我跟她是論結婚家 那這個是她媽媽想要把我們定下婚 那妳那時候沒有跟Jeff講 妳有抱貝嗎 妳要跟她講 妳要跟她講 我真的沒聽過這個事情 她真的沒聽過 可是基於 妳就自己去跟她 妳的前男友喝咖啡 沒有跟Jeff講 可是我想說喝個咖啡 看看老朋友應該還好吧 老朋友跟前男友是不一樣的 我已經把她 她在我心裡就是一個朋友 那人家看到妳 可能不會覺得妳只是一個朋友 不是啊 一切的問題不就是 都從喝咖啡開始嗎 沒有 咖啡喝都喝出感情 要不然我們去看電影 所以妳跟誰喝咖啡都會有感情 會有對啊 所以我們不跟人家喝咖啡的 妳比較容易 不然咖啡就去看電影 那看完電影就癢了 就說走走走 前面有一個汽車旅館 妳過敏過敏 咖啡過敏 這樣亂講 但是妳在癢 我沒有好不好 然後就老婆用見面 然後就見面 就真的是聊一些工作 她問我好不好 我說其實我跟Jeff有 就是要準備結婚了 所以妳確認有在她面前提到 Jeff這個人 對 她知道啊 妳沒有偽裝單身 因為她一直有追蹤我的 那個Facebook或Instagram 她知道說我們是很就是 很認真在交往 然後她說 那妳們有要結婚嗎 我說有 我們還真的就是有在籌備 就是看就是在哪裡辦婚禮 什麼什麼 然後她就這樣 她就這樣叹一口氣這樣子 然後她說 妳以前不是不婚不生主義嗎 為什麼換了她 妳就又想婚又想生這樣子 對的人 然後我就說那 可能我年齡也到啦 然後遇到就是我覺得 真的可以就是依靠的人 那講了這句話 她就說 原來是我的問題這樣 我又覺得我傷到她了這樣 然後沒有啦 所以她對妳還是念念不忘吧 講實話是OK的 然後後來就是有一句話 讓我覺得很對不起她 我就說 我就開玩笑說 妳該不會來北部是為了 就是接近我吧 這樣子 就是講了這句玩笑話 然後她就 就回了一句說 多多少少少有一點 真的假的 但是後來就是幾年 就是妳們分手幾年啦 應該有五六年以上了吧 然後她反正 我覺得這就是聽聽啦 但是她那時候就是 有被我傷到的感覺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也算是一個完美結尾 就是知道說她現在也好 然後她也知道我要結婚了 她現在沒有好 才跟你說她現在好 她結婚生小孩啦 是嗎 我們節目有時候 常來促進那個 大家的交流啦 有時候小明雖然不在信長 那你總是對她有一些遺憾在 偏偏小明這時候 真的是看我們節目 對 要不然你跟小明說幾句話 小明雖然 我跟你講 還好你沒選這個 可是我幫你扛住了 對不對 你知道她多過分嗎 她說你的前男友們 都應該要辦流水席請我 然後我幫她們收了這個 接收了 沒有啦 那個眷府 那妳有跟我聊說 她就是地藏王 她不露地 誰露地 土度眾神 Jeff也有秘密 也有秘密要跟亦凡分享 什麼秘密 來 好 來囉 恐怖了 OK啦 這跟妳的 差不多嘛 同時跟不同的妹子是水溫 你是說你跟亦凡 約會的時候嗎 對 剛剛認識 誇張 剛剛我們一面倒了 覺得亦凡很糟糕 沒想到你更可恨 沒有啊 渣男的行為 對 我承認那個時候不是 但是我那時候單身 所以是OK的 剛剛開始 那剛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 我那個時候是 因為我們是在A team認識的 然後我同一個 對啊 同一個晚上 所以我也可以做到 不只她而已 同一個晚上 包含亦凡在那裡 有不同的妹子 對 同一個晚上有 就是有認識他們這個群組 還有另外一個群組 然後就認識了之後 那當然就可能去約出去 不同的地方去玩 所以你兩個都有約 都有約 對 約完以後覺得 沒有 因為那個 第一個 你可不可以不要老實 因為這種習慣也便宜 像是浪漫愛情故事 然後我是先 我先是先跟另外那個女的 去看電影 好 然後看完電影 沒有 你說你跟我約的同一天 你先跟他去看電影 他那天 對 你是這個人同一天 他那天 你是時間管理大師 我跟其他人品有差遠 他那天在喜滿客影城 同一部電影 就買了 接連兩場 不行 接連兩場 那你下一場 還要在同一個地方 你應該第一場試完 看有沒有下一拖 沒有下一拖 對不對 他老司機 好 一帆所以你是輪胎 什麼意思 因為他先約那個人 表示他對那個人比較有好感 沒有 你不懂 他想先試那一個 而且他要看他有沒有後續 才會約我 對 所以你就是輪胎 那你剛剛是不是說他太怎麼樣 太單純是不是 你要再講一次嗎 我非常單純的 然後後來就約了一版 對 後來就約一版 感覺就很好的 一般約會的那個 一般約會的五部曲 就衝脫泡蓋送 你就衝回家裡 脫掉衣服 泡在浴缸 蓋上棉被 送了 男生的思想好奇怪 對 他就說他不喜歡嗎 不喜歡 那種不是特別對 你這輩子最大的問題 就是太單純 你還要怎麼要問這樣 我沒有了吧 你突然想到一件事對不對 這我一直耿耿於懷 因為到現在我還沒有一個答案 你們剛剛覺得我跟前男友 喝咖啡很過分對不對 那我問現場的女生 如果前女友叫妳的老公 幫他買包包 這件事你們可以接受嗎 你們已經結婚了嗎 不得 也是論即婚假 就是已經在 這個題來 宿女代表回答 那當然不行 為什麼 是不是 阿姨 我跟你講 而且她的口氣是已經很熟門熟路 命令式的 就有一天她電郵沒有關 然後我就想說 那不然偷看一下好了 她就放在電腦桌上 然後我就進去她電郵 看到一個女生的名字 我就點進去看 她說妳是不是 幾號幾號要出差 就是那種很 就是已經很熟悉的語言 她怎麼知道她什麼時候要出差 對 除非他們一直在聯絡 對 然後她就說 那妳出差去那個機場 或者是那邊的精品店 幫我看有沒有什麼 這個型號的包包 幫我帶回來 妳看到那個電郵 妳作何感想 對 她為什麼跟你這麼熟悉 而且我從來沒有叫她 幫我帶包包過喔 對 而且人家都要當妳老婆了 對 我 蛤 對啊 結巴什麼意思 小腳踏兩包裝 我沒有 我說實在話 我絕對沒有買包 我絕對沒有說 妳確定 她為什麼可以讓命令 她可能讓我 請我去看一下 因為譬如說我去出國哪邊 然後去看一下 妳很閒嗎 對 她為什麼她覺得 可以這樣命令去幫她看一下 她不知道妳有避凡嗎 因為就像玉琳哥講的 因為我這個人就是 就單純 對 這樣講就對了 對 就單純 然後她都好像妳要問 那我就敢做 妳敢問我就敢做 所以妳有幫她買 絕對沒有買 絕對沒有 對 絕對沒有 妳有幫她看嗎 是有 很久以前了 真的 怎麼也有 真的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太久以前了 我不會不承認 假如有 假如我能夠記得 絕對有的話我一定會記得 妳的老婆有叫妳幫她看 任何一個包包過嗎 對 妳們結婚幾年14年 包包沒有嗎 沒有 是不是 什麼時候 完全沒有過 妳完蛋了 她記錯了 她印象中 她印象中有 但其實是幫前女友 對 她記得幫妳 我也覺得 記錯了 真的 我從來沒有叫她 因為我覺得出差很忙很累 我覺得不會造成 妳趕快現在DM那個小鮮肉 好 再把那個Lock下來回來 妳翻牌了 妳翻牌了 妳的選擇很多 妳也可以聯絡小明 真的 小明有家世 好 接下來母女 38年來 今天珞琦穿著非常地特別 珞琦是名模出身來 我們一定要走個秀 讓她展示這件服裝來 先到這邊來 太爛了 身材太好了吧 沒關係可以播出 有必要就打馬賽克就好 來 亞洲名模珞琦出 是名模 名模 名模 穿著 真的是太厲害了 身材太好了 這個被聲達看到 一定是撕破 沒有 聲達喜歡這種穿著 對 謝謝珞琦 謝謝 這可以了是不是 這個是聲達喜歡的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的穿著 她永遠都不太懂我的品味 對啊 來 先回座 謝謝 謝謝 難怪她現在每天都喝可樂 對 安嘗喝可樂 妳有什麼 來 母女38年 什麼秘密 沒跟媽媽講呢 蛤 把媽媽數十萬 繼續打水漂 對 因為 因為從小我媽媽對我的栽培 她就想說 望子成榮 望女成鳳 她就想說讓我學一些才藝 還可以嫁入好人家 所以她小時候就會逼我學一些 譬如說鋼琴 就是完全用不到 妳怎麼會彈鋼琴 那是那個 師大的碩士 音樂碩士 因為就是我媽媽從小就逼我 可是媽媽這麼逼她 花這麼多錢 對 是希望說 可以嫁入比較好門 對 就嫁入好笑的門也可以 就是因為我老公就是很好笑 但是我媽媽 她對我希望就是覺得 女生也不用什麼 奪高學 但是妳就是有一個 專門的才藝就好 所以妳從小就被她逼 要練琴啊 好重點是因為我就是 反正就是我考上大學了 大學就開始 妳去學校念書 開始我們有音樂系 就開始有琴房 那琴房常常都要 大家搶破頭 要填那個琴 那個上 練琴的時間 我就跟我媽媽說我覺得 這樣太累了 就是我的租的地方 好像有一個小小空間 可以放一台琴 我說我看好一台琴了 就是大概十二萬 就是妳可以買給我 我就不用去學校 跟大家這邊搶的練琴 我在家裡就可以苦練這樣子 然後我媽說好 可不可以跟老闆殺價變八萬八 我說好 就從十二萬變八萬八 然後我就把那些錢 然後就是 那兩個月暑假 我就跟那個男朋友去 出國去玩 去夏威夷玩兩個月這樣 妳把那八萬八拿去夏威夷 對 花買琴的八萬八 對 拿去帶 還請妳男朋友一起跟你去玩 沒有 我沒有請他 就是我們一起去玩 然後因為我去沒有玩太好 玩兩個月就是妳不只只有花八萬八 妳媽媽沒有找妳這兩個月在哪裡 那因為她找我的話 她很 她找我就是用訊息打給我而已 她也不會說 因為暑假期間她 兩個月妳都不讓妳媽知道 姐姐 妳看到了沒有 因為我們 我在學習 我跟妳說妹妹姐姐 姐姐妳不能PO文 妳覺得我兩個月也不會發現嗎 姐姐妳也不用屏蔽誰 妳就不PO文 妳就是要秘密地進行 這種東西 她買琴的錢拿去玩 對 去玩 然後因為她八萬八 但其實妳要去那邊兩個月 其實不夠 就妳還要多了十八萬 就是我總共花了十八萬 所以其實基本上 她給我八萬我根本十萬塊 是我回國以後 開始認真在那邊教課 然後自己慢慢打工 賺回來的 因為我媽固定可能一兩個月 就會來台北幫我收衣服回去洗 所以兩個月妳媽都沒來台北 她那時候兩個月過了 她來剛好是我衣服機最多 所以她剛好來了 她說琴在哪 我說琴琴在隔壁 我剛好心情 我心情超人 那因為我的那個什麼 朋友她就是跟我傳統好 因為我跟她講說 我會請她吃飯 那我媽媽來看琴的話 妳就是給她看說 那台是我們的琴 而且我媽媽會幫妳出調音費 我朋友說好 所以她就覺得這一系列 就覺得很OK 所以就是我朋友 她那台琴 就我媽媽時不時 就兩個月去幫她親一下 親一下 還幫她調音費 妳媽媽還幫妳朋友親 親那台琴 親那台琴 對 妳看我也是我們的琴 然後因為 那台琴就我們畢業後 就用不到 媽媽說那要不要把它賣掉這樣 我說好 那賣掉我就是跟她講說 她問我賣多少錢 我說賣八千八 我還請她 我還請她 世界上最多的單純的是若琴 真的 是媽媽最棒 越像天使的人 其實是更是魔鬼 真的是N9 N9 我真的傻眼 我真的傻眼 我想這個女兒 我發現 學了音樂又學書法了 居然可以搞成這樣 而且我發現 我好像算乖的 對啊 謝謝媽媽的栽培 我知道了 若琴妳媽媽很疼妳 因為她很疼我 所以造就我現在這種 白白木木的 白白木木的 就是她會讓我做我想做的事情 她都全然相信我 對啊 謝謝媽媽 還有另外一個 道用公款去醫美 她很討厭醫美 可是她其實她 社群網站上面她的追蹤超多 真的 就是那種 可能就很濃 然後妳們就是好像有微整 胸部都做過的那種 她最近還有繼續 倒用公款去做 上上個日還有在做 摩托達 她痛便了 雖然我個性就是有點白目白目 但是我是一個很貼心的女孩 因為我們情勢加訓說 我們就是要善良可愛 然後上班不要遲到這樣 我就是很貼心的小孩 所以我就有時候發生什麼狀況 其實我是不敢跟我媽講的 因為我來台北念書 那我剛說我都會騎 就是會騎車去教家教 然後有一次我騎摩托車 我想說我現在就慢慢的 紅燈的時候腳會放下來 然後妳綠燈的時候 妳腳要回到妳的踏板上 我發現我腳被東西壓住了 腳就沒辦法上來那個踏板 然後我發現是一台BMW的車 天啊 妳很痛吧 我超痛的 然後我想說她 我一直敲到她那個車門 然後她看了我一下 她就往後錄一下 她又往前開 我想說她應該知道壓到我了 對不對 她又往後然後又往前 為什麼要往前 因為綠燈她往前走了 我的天啊 前進去後退 對 她往前開 我想說她應該會靠邊停吧 她壓到我了對不對 結果她靠邊 她沒有靠邊停 她就直接開走了 然後我就去報警 然後報警她說 妳告也沒有用啊 因為也沒有監視器沒有什麼 對 然後因為我的狀況 就是那時候還有粉碎性骨折 就我的腳這個地方 還有幾個月都不能工作 因為她就是把我壓來壓去 對 然後我就 就一直都沒跟媽媽講 對 因為我就想說 妳為什麼跟媽媽講也很怪啊 對啊 因為我覺得跟她講她會擔心 她就跟我說不要再騎摩托車 就叫我做大眾運輸工具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我們 後來就是我們做模特兒的工作嘛 然後到現在 就是其實我以前啊 我們一個人 就是模特兒一個比一個瘦 然後我想說瘦還不簡單 妳就少吃嘛 一天可能就是一直喝咖啡 一天就吃一餐 就吃一個茶葉蛋 然後兩個禮拜過去了 然後我的 有一天我室友要叫我起來工作 發現我是 然後呢就送醫院 然後說我好像就是營養不足 然後我也不敢跟我媽媽講 然後呢 就是因為我們家 就是賣米的嘛 你知道我媽媽是米廠千斤嘛 我是米廠千斤的豆腐嘛 然後所以豆腐就是 時不時都要吃澱粉 然後妳沒有吃到澱粉 沒有吃到這東西的時候 米很重要 對妳的身體會跟妳講說 要洗啊要洗啊 吸收不了水 吸收不了水 然後我媽媽自己本身也很喜歡吃飯啊 吃麵啊吃糖啊 然後到現在我媽媽 她已經到了更年期了 妳幹嘛把妳媽更年期出來吃更年期 不是是因為 太炸了 所以我就跟她講說 妳到這個年紀 妳更要節食 妳不要再像以前這樣放肆著大吃 妳這樣放肆著大吃的話 我會啊 妳媽媽身材很好 沒有沒有 我最近想要叫她大口袋 你知道嗎 她就是知道她的衣服 就是她平常都撿我的衣服穿 她現在穿不下我的衣服了 我就說妳不能這樣 妳就是要吃少一點 可是因為她就一定要吃飯啊 吃三餐啊 對 然後她到前陣子來看我 妳好像有變瘦了 妳好像有變瘦了 她跟我說她有在吃什麼黃金、易神菌 然後我說你怎麼會變成這麼厲害 他說因為這個東西很厲害 他說這個真的有用 他兩個月 他就真的瘦了四公斤 所以我覺得好像可以喔 你看那個肚子 因為平常他的肚子是 就是很像懷孕 有 有之前 我們看一下若晴媽媽的身材 之前看到她的時候就那個啊 好像懷孕 你看之前真的比較怕 大家可以看那個前面是長這樣 我看媽媽現在好苗條 而且身材很好耶 真的有差耶 有差 而且 我的朋友就是經過 因為哥林啟稿 然後又隨著年紀的業態 就變成代謝不好 變成排便 變成有時候兩天三天排一次 然後發現都 整個心都變而且很不舒服 然後就 我隔壁那個朋友來我們家說 你怎麼這麼棒的那個生產 他說說 因為要吃了黃金跟益生菌 我說真的有那麼有下嗎 那我就 我也買吃看看 吃過經過經過 沒有多久 幾個月 然後 這排便越來越順了 然後被人提在 就恢復成以前的樣子 對 排便很重要 而且女人都不順 然後臉蛋 然後都是很亮起來這樣子 我覺得 我就介紹被人來吃這樣子 有 我今天看妳就覺得 很榮光煥發 人排便順暢 氣色就好 因為以前 我不是說我就是在 那時候在做模特的時期 其實那時候年輕 妳其實說真的 一兩餐不吃真的會瘦很快 但是妳現在 其實我現在母女就38年 我已經38歲了 然後妳到過30歲 我發現 代謝會慢 代謝變慢 然後加上妳知道生活壓力大 生活壓力大 妳就會開始就嘴殘 妳可能一天原本吃三餐 妳就多了四餐 五餐 妳就中間餐跟餐中間 妳就想要 妳現在很幸福 對 我老公又會煮 所以有一陣子就變幸福肥 就是大家可以看我照片 那個前面 還是很瘦 但是跟 相較於現在 對 相較於現在 開始有肉了 對 對 因為有時候 我們如果正年頭 要用這種 以前那種極端方式 就是妳不吃 變瘦其實不可能 現在反正妳不吃 反正還要變胖 而且還容易身體狀態不好 然後可能經期又不順 而且我發現其實因為我們年紀變大 你知道代謝變差 荷爾蒙不像以前一樣 就是這麼年輕了 然後我發現就經過 就是吃過這個黃金生菌以後 發現我的那個身材 就是比以前更年輕的時候 還要更好 什麼的 因為我可能以前是兩三天 才會上一次廁所 就蔬菜量也不夠 然後吃了以後發現就是 妳中午跟晚上 妳就是吃大餐前 然後就吃一包 大概就是餐前了30分鐘 對 黃金生菌 妳就是餐前30分鐘吃 然後因為我自己本身是 就是也有學習的慾望 我也想說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發現它裡面有一個 西班牙國家級的益生菌 加上你們知道什麼叫做白聖豆嗎 白聖豆就是澱粉的殺手 對 它阻斷澱粉 因為你澱粉不阻斷 它就會變成脂肪 沒有錯 母女倆 黃金益生菌 然後造就這麼好身材 剛剛若吉一個人走過秀 不如母女倆一起走秀 一起展示 來 請走秀 你看 你看 結婚的 對啊 真的就是姐妹 對啊 若吉媽 你在幹什麼 你怎麼迷航 其實在診所的時候 遇到要來減重的病人 我們也是都會建議說 不要用太那種 極端 對 太極端的方式 就是很怕 很怕他們就是真的 什麼東西都不敢吃 我都會跟他們說 盡量還是要吃到澱粉 蛋白質 蔬菜水果這些的 那澱粉的話 其實米飯真的是一個 很好的澱粉 那只是說因為澱粉的量 還是要稍微控制一下 那剛剛講到黃金益生菌 它就是可以排便順暢 所以其實 可以促進代謝的話 那也不用怕說 東西累積在身體裡面 那會有一些 就是可能代謝比較差 或是毒素排不掉的問題 那還有另外說就是 像白腎豆 對 它剛剛講的那個 什麼頂級白腎豆 因為白腎豆 其實是我們減重 也都會用到的 減重的藥在 可能餐前半個小時吃 那半個小時前吃的話 它可以達到抑制食慾 然後阻斷澱粉吸收 因為白腎豆 它的成分其實是 一個天然的澱粉酶抑制劑 所以它就是可以讓 澱粉不要去分解 那身體它就不會 那麼容易吸收 對 就是歐洲的那個 體重管理中心 還有說這個不僅是可以 抑制我們那個 澱粉的吸收 而且它可以降低就是體脂 就不僅是它是減重 也可以減脂 太棒了 謝謝若婧的分享 謝謝 剛好就趁這個 講到減重 我們就來聊到 兩位結婚六年對不對 這件有什麼秘密 小孩出事 妳趕快謝則 有一次上學在 就是帶他們去上學 然後開車因為太趕 有點遲到 然後就沒有忘記系到安全帶 然後就剛好 前面的車就緊急煞車 我也趕快跟著踩煞車 然後騎過來什麼 蹦一聲 往後看 小孩掉到地板上 什麼誇張 幾歲的時候 大概兩 三歲 還在做嬰兒作業的時候 這卡通劇情 對 就真的忘記系安全帶 所以我就看小孩就 頭上撞到地板 有腫一塊這樣子 然後我就 趕快叫學校老師 去學校幫他冰敷 然後 因為很怕老婆她知道 所以放學的時候 我就特別帶小朋友去公園玩 然後趕快入限時動態 就拍門那邊跑來跑去 弄一弄 結果老婆回去就想說 為什麼兒子頭上腫一個包 我說沒有 剛剛在公園的時候 跟小朋友 然後我就帶他們去 附近的商場吃冰淇淋 跟他們講 套好 就說 不能跟媽媽講 早上沒有西安元帶 掉到地板上這件事情 但是他也有東西隱瞞跑 來 換你醫師來 盜用公款去醫美 好 挪加油 家用 就我們是有一個共同帳戶 然後他會給我 就是每個月一些費用 然後 主要是說他很討厭醫美 可是他其實他 IG上面他都追蹤超多 真的 就是那種 男生都自得一點 可能就很濃啊 然後明明就是好像有微疹 胸部都做過的那種 還是真的就是有做過的女生 可是就是反正 因為我們也常常接收到這些資訊嘛 然後就會想說 有興趣想要去做 然後他都會說 不用啦 就是你都不要做 你就這樣就最好看 就是要自然的老去 然後那些就是那樣 其實都長太塑膠 不好看那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真的就是年紀開始有一點 然後想說 就生完兩個小孩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肚皮就是鬆鬆的 而且運動 也運動一段時間 可是好像 緊實的那個效果還是有限 就想說 那個表面可能還是需要靠一些 醫美的力量 去輔助 然後我就去諮詢 然後諮詢他就跟我說 有一個東西叫提可塑 可以打看看 然後因為我不是很確定說 那到底是什麼 但是聽他講 他就有那種前後對照照片 想說看起來 就是效果真的還不錯 然後結果 他說修復期大概一個禮拜吧 然後結果打完之後 打了當下就很痛 然後他就是那種 很多個正方形的小印子 在肚皮上大概有五六十個吧 很燙 對 然後 就是有點像是那種 淤青 表面又有燙傷 可是過一個禮拜怎麼完蛋了 那個印子怎麼都還沒有消失 就只是結痂掉了 就是整個很像那種被人家打過 我其實不反對他做醫美 只是怕有的找到不好的醫生 就是萬一一次就回不去了 就把身體弄壞 或是說打的很奇怪 所以 OK OK 最近還有繼續倒用公款去做嗎 不是 是家用 不是公款 最近還有繼續倒用家用嗎 上上個月還有在做 肉毒 對 但是還不知道 可以啦 必須的 對啊 好 要變漂亮也是為了你 以後都要打痛癲 打痛癲 大家之間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小秘密 有的時候有一些小秘密 OK 白白這樣子 家庭和諧最重要 對 但是如果真的是很大的秘密 真的還是要說出來 對不對 講出來大家一起來想辦法 來解決 是 對不對 特別是女生 盡量不要出國跟韓國的歐巴 對 我是講兩件事 不要出國跟歐巴 講到了 對 在那邊搞東搞西 好 祝福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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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大家收看 記得訂閱 11點熱炒店 YouTube頻道 See you next time Together Forever